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解到的几个概念是 联合概率 边缘概率和条件概率 其中呢联合概率是前置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场景 在之前啊我们举到的一些例子当中 最常出现的就是啊 骰子还有硬币 那我们在当时啊都是把它们当作啊 各自独立的两个案例 来讲解呢 现在啊我们想给它们撮合一下 我来一个左右互搏 我呢一手扔硬币 反正一手啊扔骰子 我把两个随机变量 给放到一起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呢 那么我们想一个硬币有两种结果 一个骰子有六种结果 那两个事情放在一起 总共会出现多少种组合呢 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不难算 就是2612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这两个呢 是各自扔各自的 我们不对这个结果加干涉 如果啊 如果我们额外附加一个条件 比如说啊 当这个硬币向下 并且这个骰子啊 是一点的时候 我们这个结果不计 重新扔一次 如果加了这样一个约束条件的话 这不总共就变成11种结果了 而且你加了这个条件 是让两者相互联系起来了 我们不要加这样的条件啊 保持在最原始最自然的状态下 各自扔各自的 好 那么这总共是12种结果 现在啊 我想求解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下 在这12种结果当中 X等于1 就是骰子点数为1 并且 Y也等于1 就是硬币的正面朝上 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是多少 这个我想也不难计算 但是为了严谨起见呢 我们给出一个条件的说明 如果随机变量X和Y相互独立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 各自为正 各玩各的 不要让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什么联系 那么求解的这个概率呢 就叫做联合概率 两件事同时发生的 概率是什么呢 就是把各自的概率 乘起来 我们还是要重申一下 这个条件 只有两个独立的事件 它的联合概率才能是 各自乘起来 好 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多少呢 骰子点数为1 并且硬币正面朝上 各自的数 我们当然都知道了 一个是二分之一 一个是六分之一 那么乘起来就是十二分之一 同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 我们讲这个硬币是一个均匀分布 那骰子呢 骰子也是一个均匀分布 我把两个均匀分布联合到一起 他们相互还不加干涉的话 最后得到的应该也是一个均匀分布 那你说让谁多一点 让谁少一点呢 我们没有理由这样做 那么原先是一个两种可能 一个六种可能 一组合十二种可能 我不用去算 这个二分之一乘六分之一 我就知道总共十二种可能 我也可以断定在均匀的分布下 其中的一种是十二分之一 那么本着这个思路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表给填满 都是十二分之一 好 现在我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问大家 x等于1 也就是骰子的点数是1的概率是多少 假设你不知道骰子有六个面啊 假设你不知道骰子 你只有这张表 我们现在像这个张三丰交张无忌 打太极拳一样 你忘掉一些事情啊 忘掉这个骰子有六个面啊 这个硬币有两个面 这个事你就单看这个表 请你告诉我 x等于1是多少 那么我们看 x等于1 我们想求的是这一列对吧 这一列呢 又分了两行 那这两行的情况是不是 不会同时出现吧 这个y不会既等于0 又等于1 那所以我是不是当求x等于1的时候 我只需要把两个联合概率加起来就行了 对吧 你比如说你求这个 说这是每一列啊 是很多种物种 这是人 这是狗 这是猪 这是牛 我们各种动物 那它每一种呢 都有两个性别 雄性 和雌性 现在啊 你想求这个人类有多少 那你是不是就把男人和女人加起来就可以了 一样的道理 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我想求x等于1 再忘记了 骰子有六个面 这个情况下呢 我可以用两个联合概率相加 啊 我们看 两个联合概率 一个红 一个绿 哎 相加就得到了我要的答案 并且呢 你看 它是不是正好占据了一条边呀 因为这个形象呢 所以我们起名叫边缘概率 边缘概率 我们重点看 两个联合概率 我求的是x等于1 那么我就把x等于1 并且y等于1 加上x等于1 并且y等于0的情况就可以了 这里比较简单 那么总结一下 联合概率与边缘概率的关系 两个随机变量 x y 各自有一个取值的范围 或者所属的集合 那么如果我要求x取某个特定值的概率呢 我就把x取这个值的时候 y的所有可能性 y所有可能性的这个联合概率相加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如果把x和y调换一下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 只是把这个集合变成了x 这就是联合概率与边缘概率 那具体怎么应用呢 刚才这个问题我想是不能满足大家 这个想要掌握这个知识的要求的 因为太简单了 都是均匀的 其实你都不用这么算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个更实际的例子 大家玩过扑克 扑克有两个属性 一是花色 当然实际上它分四种花色 我们把这个花色呢 粗暴一点分为两种 红和黑 另外呢 这个扑克是不是还有一个面值 就是上面那个数 现在假设呀 我们有这样16张扑克牌 就在这个表格里面 其中呢 有的是红的 有的是黑的 这个牌的数值呢 我们也不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数字是多少 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类 是数字的 就123456的 还是GQK 分成两类 那么这里就存在两组随机变量 一是X 我设为颜色 红或者黑 还有Y 就是排行 数字还是字母 好 那么现在啊 问大家 X与Y的联合分布 以及X的边缘分布 这两个问题 实际上是有顺程关系的 我们呢 就先把联合概率求出来 那么联合概率是 实际上就是一张表 跟我们刚才那个硬币和头子的例子是一样的 这个表格 我们先把这个列名和行名写出来 X红或黑 Y字母或数字 我在不知道具体答案的情况下 我可以先把分母写上 对不对 分母就是总共16张牌 那我就把分母16先写上 然后它出现的概率 就是次数除以总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先把分母都写上 然后我们就清点一下个数 你看 X等于红 Y等于字母的话 我们其实就数一数 红字母有几个 数理一下是六个 红数字呢 三个 黑字母一个 黑数字六个 哦 那我只要把这个对应的数字写到分子上 就有了联合概率的分布 那么 X的边缘分布呢 注意 边缘分布也是一个概率分布 对于这个离散型的随机事件来讲 它是一个概率质量函数 所以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 我们都可以先写出 PX等于红和PX等于黑 注意啊 要列出X所有的可能曲值 在这就说红与黑 然后呢 边缘分布 是不是就是把对应的这个边 给加起来就行了 那么红色这条边 就是把Y等于字母的情况 和Y等于数字的情况 加起来 这个计算也非常的简单 这就是X 这个排颜色的边缘分布 一个是十六分之九 一个是十六分之七 实际上就是这个颜色所占的个数 好 我们呢 把这个题目稍微变动一下 排还是这十六张排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现在随机抽一张排 已知抽到的是红排 注意已知抽到的是红排 问抽到的是数字排的概率是多少 已知是红排 抽到的是数字的概率是多少 那么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跟刚才联合概率 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把这个概率啊 就是在有一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 发生的概率呢 叫做条件概率 这个问题如果抽象一项的话 就是在PX等于XI已经发生的前提条件下 PY等于YI发生的概率呢 我们这么来写 把X就是前提条件写在竖线的后面 把Y呢写在前面 这是前提条件 这是发生的实践 注意它跟联合概率的区别 一个是逗号 一个是竖线 竖线表示的是结果和条件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先暂时放下刚才那个练习二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它相不相等 因为这个联合概率啊 其实我把顺序前后调换一下 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竖线和逗号相不相等呢 这个答案肯定是显而易见的 它俩不相等 你不能说他俩相等 我把这个问题呢 稍微再改一下 我把这个等号换成不等号 我说他俩就不相等 能不能这么说呢 能不能说这个X前提下 发生Y的条件 和两者同时发生的条件 就是不相等呢 这当然也不对 因为我没有充分的信息 去这样说 不能泛泛的说 他俩就相等或者不相等 因为他俩不能用这个等不等来衡量 那么正确的算式是怎么样的呢 如何来计算条件概率呢 下面这个公式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 在X前提下 以X作为条件 Y的概率等于什么呢 一个分式 分子是联合概率 分子是联合概率 而分母呢 是X发生的概率 注意看 这个公式非常重要 联合概率 联合概率作为分子 其中前提条件的概率 作为分母 所以你说他俩相等不相等呢 你可以说大部分时候 其实都不相等 但是有相等的情况 是一些特殊情况 好 那么 有了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求解 刚才的这个练习二了 对不对 这公式你说理解呢 也好理解 就是两个同时发生的 联合除以条件 那么 我们把这个对应的变量 带入进来 看 在已知抽到的是红牌的情况下 那么 X等于红 我现在要问的是 在这个条件下 抽到数字牌的概率 那么 Y就是数 那么我们把这个公式 来套用一下 分子是联合概率 分母是 其中 这一个 条件的概率 也就是 边缘概率 条件概率 等于联合概率 除以 边缘概率 那么 对应的数值呢 从表格当中 其实都可以找到 联合概率 又数 又红 那就是 十六分之三 边缘概率 刚才是不是求过了呀 把这俩加起来 把这一个行 都给加起来 就是十六分之九 其实 如果我们抛开这个频率 单纯数个数的话 是不是也是一样呀 我们直接把这个表格里面 黑的就不看了 只看红的 那就是一共九张牌里面 三个是数字 那自然就是 三分之一 这个结果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求 并不重要 就算你这个计算上有点失误 数字算错了 也不要紧 重要的是 你要理解 联合概率 条件概率 还有边缘概率 它们的意义 以及相互的关系 尤其是后者 它们相互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里面 就是 这一个公式 那么我们刚才 在说这个 联合概率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条件 就是怎么能把各自的这个概率 乘起来 当做联合概率呢 这两个随机变量 必须相互独立 那么怎么看 两个事件 是不是独立呢 我们下一节 会重点介绍